虽然近几年像什么微单运动相机无人机等摄影设备普及率是越来越高 但要说拍摄的使用频率应该没有说的高过手机了吧 老闆一直想弄一台拍摄效果优秀 就算给我视频当副机会也不会拉垮的手机 所以一直在关注各个厂商新品手机的影像功能 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厂家更喜欢找我体验游戏手机 嘿大家好我是入江沈沈 今年5月底我去了一趟新疆伊犁 当时带来一台索尼刚刚发布的新旗舰手机Xperia One Mac 5 在十余天的旅行途中用这台手机拍摄大量的照片和视频 色彩过度自然细节也足够丰富 真的很适合把它当作一台高画质的口袋摄影机 今天就想和各位小伙伴聊一聊 索尼2023年旗舰手机的影像体验 由于这款手机已经发布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在外观方面就没有赘述的必要了 我就聊一聊我比较喜欢的点 首先是颜色方面 我真的很喜欢这款苍绿 在野外非常有氛围感 但是也有百多朋友会喜欢雾影 有人可能会说 索尼Xperia手机不是每代都长得一样吗 一直是这种简约素雅的风格 和摄影代比好像也没啥多大变化 但质感都是在一点细节中体现出来的 首先是这个贝壳 做了类仿制的纹理 有着磨砂的触感 不仅细腻低调还不容易粘指纹 侧面中够的条纹设计也很精致 虽然稍微有点个手 但是手持拍摄的稳定防滑 非常的专业 官方手机壳的握持感也很棒 这个狙角还能当作握把使用 但如果能出官方的兔龙配件 拍摄才就更舒服了 至于按键还有它的镜头设计 本来很想展开来说一说 但这样的话篇幅就会过场 所以我们就略过了 但如果喜欢简约硬朗设计的人 一定也会喜欢这台Xperia Y5 一场带出门真的是精致又低调 有传承又有进化 很有索尼味 这次主要聊影像体验 但是硬件配置还是简单说一下 具体细节可以去索尼官网了解一下 作为旗舰机 Xperia Y5配置基本上拉满了 高通骁龙8G的处理器 有256G和512G两个版本 都标配了10RG内层 4K屏幕刷新率最高为120Hz 21比9屏幕比例会比一般手机 显得更加瘦长一点 支持视频的色深 并且实现了100%的D3P3色域覆盖率 所以用来播放HDR视频和照片 也是非常好的显示终端 重量只有187颗 比动摄220颗以上的手机要轻便很多 加持71毫米的宽度和8.3毫米的厚度 单手操作也很从容 索尼在重量和体积方面做得非常克制 要论懂摄影 索尼肯定是行家 为了手机有多焦段的光学镜头 采用的方案就是使用多枚摄像头 一颗不扣就两颗 两颗不扣就三颗 甚至还有四颗的 每颗镜头 SAMOS的感光元件不同 焦距也不同 Xperia 1.5 采用的方案 就是一枚16毫米摄像头 一枚24毫米摄像头 以及85-125毫米的光学变焦摄像头 那么这台手机就有了超广角 广角中焦和长焦的覆盖 能够满足绝大多数的拍摄场景 风景人像建筑都可以拍 如果再能多一个50毫米的中焦镜头 那就更好了 索性这颗24毫米镜头 是5200万像素 像素足够大 拍照两倍采线 差不多是48毫米 可以当做一个标准的中焦镜头使用 也不太会有像素放大的损失 这颗24毫米主续 采用了1.35分之1英寸的底 光圈为F1.9 为什么索尼的旗舰手机 没有使用自大的1英寸大底 大底听着就很厉害 而且在其他品牌的安卓手机上 也是大方一场 那么手机上使用大尺寸CMOS 最大的优点 就是若光夜景会表现更好 细节不丢失 噪点也更低 但缺点就会让镜头模组的体积变很大 不容易控制手机整体的重量 如果上1英寸底 就会让Xperia 1系列变得臃肿 这肯定不是索尼希望看的效果 所以借助索尼强大的感光元件技术 这次采用了全新的CMOS 那就是双层晶体管像素结构 这个技术的具体实现原理 我真的不是很懂 但大概就是让这个CMOS 捕捉到更多的光线 有效减少暗环星下的噪点 增强动态范围 在城市夜晚 也能捕捉到清晰细腻色彩生动的夜景照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杭州拍摄的夜景建筑 照片效果个人感觉是相当不错的 没有过度HDR合成的感觉 明暗表现也很自然 先说拍照这块需要用到索尼的蓄影大师 功能非常强强 对于熟悉微单拍摄的人 简直不要太亲切 曝光方面有自动挡 P挡S挡M挡等等 除了光纤不可变 其他都和微单一样 支持自动对焦 支持脸部眼部对焦 对焦这块向来是索尼的强项 几乎不用担心会吸焦 三颗镜头实现了 从0.7倍到5.2倍的光学焦短 长焦但画质也很不错 不是用来凑数的 这种可以自由选择焦距拍摄的感觉 是真的爽 习惯用微单拍照的人 肯定会认同这种感觉 X-Para YMAX5 也是支持HDR连续包围曝光的 但它相对来说比较克制 不是那种明显夸张的CG感 更类似专业微单的味道 在照拍方面 这台相机最高能实现 1秒30张的快门速度 在昭苏湿地公园 特意拍摄了天马愈合的表演 高速快门下几秒钟 就能拍摄出海量的照片 快门声音听起来可得精了 最棒的是高速连拍照片 会单独存放在单独的文件夹里 方便后期管理 这个细节超棒的 另外你拍摄的照片和视频 也是有各自单独的文件夹 不像很多安卓机 它是混在一起的 拍照支持六种色彩风格 也就是常说的滤镜 但我一般只用标准风格 看来看去也感觉最好 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统一 三颗摄像头的照片规格 那拍出来的照片 最高也就是1200万像素 24毫米主摄镜头 无法实现4800万像素的照片 感觉有点可惜 但画质肯定是最好的 1200万像素 日常记录也是够了的 不放大照片 细看数毛就好了嘛 有多个焦段的镜头 想拍远景 或者特写用长焦镜头就好了 虽然三颗镜头的规格均不同 但最终成像风格却很统一 拍照功能 我们就简单说到这里 我嘴比较碎 如果有任务说的话 我还能说很多很多 我个人体验重点 肯定是它的视频录制 我相信这是很多 UP主最关心的部分 那它手机后置的三颗摄像头 均支持4K120帧规格的视频录制 你可以自行选择 常见的帧率 以置信做的非常到位 最高120帧就意味着可以实现 4K的升格慢镜头画面了 以24帧为基础帧率的话呢 那就是可以实现5倍升格了 比肩索尼A7S3相机有点爽啊 就连这个前置摄像头 都支持4K6帧规格的录制 而且视角很广 很适合拍摄高画质Vlog 用Xperia YMAX5拍视频 会牵涉到两个APP 分别是电影大师和视频大师 两个APP的功能基本一致 一个呢是偏向电影级的UI界面 另外一个是偏向微单相机的UI界面 功能方面呢也略微有些差异 UI均支持横竖屏的自动调节 个人更倾向使用视频大师 会相对来说更习惯一点 这台手机呢 下放了很多索尼电影级才有的特色功能 譬如可调用著名的SC镜头色彩风格 视频呢会有柔和的色彩 平滑的高光过度 以及非常自然的人物肤色表现 定义大师拍视频相对来说呢 会更有专业范一些 如可以手动进行对焦 在16毫米和24毫米定焦镜头下呢 是无法进行数字变焦的 按音让键变焦也是无效的 只有在85到25毫米变焦镜头下呢 才可以进行光学变焦 所有焦距呢 均严格遵守物理镜头的自身规格 这次在新疆呢 我用的就是视频大师 毕竟拍摄的主力设备呢 是微单 这样微单和手机之间反复 横调就不会觉得陌生 4K分辨率是标准的16比9 而前面说的电影大师呢 它的4K规格宽高比是21比9 这个视频大师呢 是支持眼部和脸部对焦的 和索尼微单一致 但只要这个拍摄规格 超过了4K3帧 譬如4K60帧 那么眼部自动对焦 就会消失了 无法自动锁定人物 我不知道为啥会这样 这对于我这种 几乎只拍60帧规格视频的人来说呢 觉得太不合理了 这几乎要让我放弃 自动的眼部对焦了 难道是新屏的算力不够吗 那这台手机除了支持SDR亮度范围之外呢 也支持HDR视频拍摄 但HDR的亮度曲线呢 是HLG并没有S-LOG 不过从个人的拍摄经验来看 如果索尼下放S-LOG3这样的曲线 给Xperia有外卖个范围手机 那就非常完美了 不过HLG这个宽容度也还不错 只是略逊于S-LOG3 可能手机上的感光元件 还实现不了微单上的灰片吧 跟电影大师一样 在30帧以下规格时 可以让动态范围变得更宽 这里呢不得不再次吐槽一下 对4K6帧规格视频拍摄 不够友好个人的深表遗憾 不让后期索尼能不能通过软件更新 让4K6帧也支持这些功能 在画面表现方面一开始呢 就觉得非常惊艳 有着非常细腻自然的色彩和细节 以及熟悉的微单画面风格 当放电脑里整理素材的时候呢 都怀疑不是手机拍的画面非常可用 而下去第二模式下色彩空间呢 是2020给了极大的后期调色空间 特别大家在拍摄的时候呢 先在菜单里设置好HLG 以拍摄最佳画质 而且在黄昏和夜晚灯光下呢 这个24毫米的主摄 画质也是非常好的噪点控制的极佳 在视频大师里啊 手机可以通过音量键进行变焦 24毫米主摄呢 最大可以拉到85毫米停止 再放大的话呢 就需要切换长焦镜头了 不过个人的经验来说呢 除非你有特殊区 最好尽量少用数字变焦 但关于焦段有一点我非常的遗憾 就是它这个主摄画面 真的非常优秀 让我极度满意 但是85到125变焦镜头拍摄出来的视频呢 就有些差强人意了 但这颗镜头呢 不管是日常还是我去新疆旅游 它的使用频率都极高 特别是在一些游客很多 或者景色较远的地方 这颗镜头呢 会让我取景变得更加容易 拍摄出来的画面呢 也充满文艺感 而且哦 它在手机界面的呈现中呢 我并没有觉得两者之间 有不能忍受的差别 但是回来考了电脑 利用大显示器一看 还是非常遗憾的 觉得长焦镜头这个细节不够到位 如果在回到当时拍摄的时候呢 我会放弃很多长焦的画面 选择用R4的镜头 如果说这颗长焦镜头呢 达到R4毫米主摄的画质的话 那这款手机在我这里就是今年的神 可能这些索尼为了保证拍摄质量 每颗摄像头的最低和最高ISO值呢 限制在了不同的区间 最高呢也仅有1600 也就是说在这个ISO上线内呢 视频画面是非常可用的 不会遭点飞起很模糊 这个策略呢 对于我这种画质长来说是很认可的 其中R4毫米主摄可摄区间最大 ISO积取从25-1600的调节 无论是户外阳光下还是弱光下 都有更大的参数自由度 总体上来说 Xperia YM5实现了高画质4K视频的拍摄能力 但是功能最全最好的还是4K30帧的规格 在这个规格下呢 你可以获得自动的眼部对焦 以及更大的画面宽容度 如果我长期使用它拍摄视频的话呢 可能会尽量尝试使用4K30帧拍摄 30帧和60帧比呢 流畅度会有些区别 但是没那么大 可以进行一些取舍 最后呢来说一下防抖 这台手机呢是支持电子防抖的 在4K60帧下呢 支持标准防抖会有较大幅度的裁肩 在4K30帧下支持高频质防抖 但这个时候呢有取舍 需要关闭宽动态范围 因此呢我推荐使用稳定器减少抖动 尤其是当你使用长遭镜头拍摄时 稳定器会其大地提升你的拍摄成功率 用Xperia YM5拍摄高规格的视频 偶尔会遇到两个问题 其中一个呢就是过热 在开车经过果子沟大桥的时候呢 我想调整机位重新录制 结果就无法录像了实在是气人 可能是当时刚从无线充电板上拿起来 机身还很烫 外加太阳高温直射以及4K录制 让手机快速过热了 第二呢就是在白天大太阳底下 单纯靠屏幕画面监看曝光呢 是不准确的 虽然索尼的屏幕亮度已经很高了 没有遮光的环境下 很容易操作嵌爆 画面亮度呢也不好把握 即使参看直方图也是拿不准 比如说在拍这个天马愈合的时候呢 我就把大晴天正午拍得像阴天一样 需要根据经验调整曝光参数 多拍几次应该就习惯了 在经过一个月的高频体验之后呢 我觉得还有几个特色的设计 还是值得说一下的 首先呢就是Xperia 1M5 它是支持外界传储卡的 就是那种最常见的MicroSD卡 就在手机的底部 而且不需要取卡针 就像相机一样 而且现在以TB的MicroSD卡呢 也就几百块钱 瞬间就能给手机扩容 第二点呢就是手机保留了 经典的3.5毫米音频接口 啊多么先进的技术 对于音乐爱好者呢 真的是一个福利 哦对了 它的Type-C接口呢 是USB3.R传输速度非常快 吊打普通的安卓机 我第一台索尼手机 是前几年Xperia 5M2 对它最大的印象呢 打游戏不错 音乐播放效果也绝佳 这次体验索尼旗舰手机 Xperia 1M55 给我的惊喜更大 它让我第一次看到手机 有接近微单相机的视频拍摄表现 虽然很多手机品牌 能够通过对量或者算法 把这个拍照效果的确做得很好 但像Xperia 1M55 这样接近微单的画质表现 我还真是第一次体验 尤其是有些专业摄影单的情况 安卓手机它的算法会变得很乖 但是索尼就很稳 我个人认为它的视频画质表现 甚至要优于iPhone14 Pro的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陆江沉沙 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by bwd6